世界荣华富贵 地位权力财富威势 绝对不是你自己聪明智慧 你能够得到的不是 怎么得到的 命里有点 你自己要多想想啊 比你聪明的人很多 比你有智慧的人很多 比你有佛报有权势的人也不少 会用手段 他不输给你 为什么他什么都不懂 没有这个命啊 所以 中国言语有一句话说 一生皆是命 半点不饶人 这个话在中国流行了几千年了 如果说没有道理 怎么能普遍传 没有道理别人就不说了 啊 几千年在社会上还流行 还有很多人说这种事情 那么他不是没有道理 他道理太神了 太微妙了 不是我们凡夫能够体会的道理 那么他命从哪来的 为什么他命里得有 我命里得没有 这种事情 佛法讲得透彻了 啊 人家过去身中有修啊 所谓 种瓜得瓜了 种豆得豆 我没有种 我怎么会得到 啊 一份耕耘 一份收获 我没有去耕耘 不可能有时候 我 这一定的道理 啊 那这些人间 佛报最大的是帝王 帝王不简单的 中国立在的帝王 一般都能传十几代 二十几代 啊 传奇本 你知道 那个祖宗 积多大的德 积多少事的德 啊 我们回头再看看 这部经上所讲的 阿弥陀佛 发愿之后就寄功了的 修行案 寄了多久啊 五节 啊 中国谊言语里面所说 一个帝王 至少啊 是时代以上啊 设施啊 啊 那几公里的设施啊 才有这么大的佛报 这普通的 如果想过几百年 传宗二三十代 那个设施不够啊 啊 中国这个列代 传承最多的是周朝啊 周朝传了三十多代啊 啊 陈唐传三十一代啊 好像周传三十六代 啊 八百多年了 他祖宗寄得到他的 啊 我们相信 没有 寄得二十世 他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佛报 啊 孔子的老幼妇 把女儿嫁给他 他是平民啊 而女儿非常优秀啊 为什么嫁给他 他看到孔家 前面五代 行善既得 他判断 这个家里一定会出人的 把女儿嫁给他 算了孔子 中国古人呢 相信这些 懂得这个道理 啊 爆发户是不会长久的 能维持三代就不得了了 现在我们看到多少道爆发户 啊 第二代就没有了 有的在自己晚年就破产了 太多了 啊 公司倒闭破产 就是一代都保不住 这是什么 得之不得 他是做了好斯基勒功德 但是太多不厚 啊 要厚得 在我啊 嗯